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袁绍虽然拥有压倒性的兵力 可是仍然攻不破曹操的防线 相对 曹操军针对袁绍军只想以量取胜的弱点 反而一举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如今成为中原最大势力的曹操 下一个目标便是孙家的江东之地 为了能和擅长水战的吴军一较长短 曹操建造了玄武时开始训练水军 建安十三年 曹操以万全的准备来迎接水战 另一方面 孙权和刘备结尾同盟 以共抗曹军 就在周瑜谋划应战之策的同时 歪着野心的曹操率领着浩大船队渡长江而来 捉住诸葛亮 西南边一定有他们的祭坛 不能让他们的奸计得逞 护椎已过身 在此能有军过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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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刘备 本大爷就是大鸣鼎你的干鸣 放马过来 杀场之上 杀场各围其主 得罪了 击倒 敌将 还没见到天下 鬼我东吴 我岂能安心就死 龙佬别被抢了 杀 竟然我功亏一篑 计策竟然失败了 曹操你这家伙 钱 请自周 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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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来 担心跟随约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演奏 dette制裁 今日我剑下 又将多一条王魂 来厉害 击倒 一将 看来不是泛泛之辈 我们也别落后啊 我不想吓你 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竟然比传球中太厉害 击倒敌将 我们也别落后了 击死 击死 啊 啊 对方很厉害 小心应战 击倒一将 击倒一将 你还蛮厉害的吧 击倒一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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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击倒一将